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年的新疆旅游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相信大家在网络上新闻里也看到过相关的信息 比方说赌库公路变成了赌库公路 因为车流量实在太大 整个赌库公路赌成大型停车场 几个小时都挪动不了一下 酒店住宿的价格呢也高到离谱 以前两三百元的酒店现在都要一千多 就是这样的价格还是一方难求 很多人还是订不上房间 只能睡在车里或者被迫扎帐篷录营 个别的房型呢甚至出现了上万元的房价 我身边就有几个朋友去玩玩回来 直呼玩不起啊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 新疆这几年的旅游实在是很火 很多景点被大家拍火了 就比方说刚才提到的赌库公路 还有非吃人生的拍摄地巴音布鲁克草原 还有伊利地区的很多景点都非常的火爆 全国各地来到新疆自驾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再加上前段时间是咱们本地维吾尔族传统节日 咱们这边有一个五天的小长假 外地游客再加上本地游客 这一下就导致了毒库公路 大毒车酒店价格分涨 甚至还听说在古尔邦节期间 在穷库十台露营还分了高中低三个档次 露天草坪200元 牛棚下面300元 空置的房间里面400元 我去年夏天去了伊犁的穷库十台 还有很多地方 看过这个系列自驾游视频的朋友 应该有所了解当时的物价是什么样的 那前一段时间也就是7月4号到7月8号 我也是因为工作原因 和我一个开婚纱引楼的朋友 一起去了一趟毒库公路 那么这个视频就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咱们这趟行程的体验 沿途景点的情况 一路上的物价 吃饭 住宿等等 给也想去毒库公路的朋友 提供一些参考 我们这一趟行程是从库尔勒出发 第一天去了公乃斯林场 第二天去了纳拉提草原 第三天去了巴音布鲁克 第四天走毒库公路南线 经过库车回到库尔勒 这是一趟四天三晚的行程 我们一行三辆车 13个人 我们还专门避开了周六周末 出发的时间是周一 想的是路上人能少一点 结果刚走到河进县的黄水河收费站 就开始排队了 这还没进山呢 就已经开始堵了 今年的人真的是要比想象中还要多 然后从巴伦台镇到龚乃斯镇 这一路上我们经历了三四回堵车 有的是因为道路施工 因为这段路正在修高速公路 那巴高速 那拉提到巴伦台的高速 有的堵车是因为出车祸了 反正350公里的路程 我们走了七个小时 到达龚乃斯镇 我们落实好了 住宿的地方呢 就到后山找了一个山沟 去搭天幕造景去了 搭建这些并不是要露营 纯属拍摄道具 在这里正好给大家说一下 关于露营的问题 现在露营这么火 买上装备 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去露营 反正酒店价格这么贵 我露营它不香吗 但是现实可能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其实在山上 想找个合适的露营地 真的很难 你们是不是觉得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就很不错 这个地方是不错 但是仅限于拍照摆拍 这里不适合过夜 我们在这里也是拍摄完毕 就撤了 搭建两小时 拍摄两分钟 拆除两小时 这就是你们在朋友圈看到的露营 其实真实的露营不是这样的 而且这块地方 我们也是付费进来的 山坡下有一户牧民 我们付了些费用 人家才让我们上来的 因为这片草场是他们家的 在山上 所有的草地都是有人管理的 要么就是自家的牧场 要么就是承包 要么就是公共草场 公共草场也是有人管理的 有相应的责任人 划分的片区 你们不要想了 看到一片没人的草地 就觉得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管的 其实它是有的 还有呢 就是这边的执法部门是很多的 有森林消防 林业 旅游局 环境监察等等 他们都是有执法权利的 你们看我们这片地方 虽然草场是牧民的 但是森林不是 你去森林里露营可能就不是牧民能说了算的 你得去问问森林消防的人愿不愿意 林业的人愿不愿意 牧民只管他的草地 所以说露营的地方真的不好找 免费的地方几乎没有 而且现在到哪露营都是不能用火的 也不是绝对啊 反正99%的地方都是不让你用火 所以纯电露营才是未来 我给大家一点建议呢 就是直接去找那种开农家乐或者木家乐的牧民 直接去谈价格告诉他你的草地我们用一下多少钱 这样简单明了 付了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玩的也踏实 一定要先谈好钱 不要想着我先把账本搭好 等一会有人来找你收钱你再给他钱 没人找你收钱就算了 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心态 那样的话就很被动 容易挨榔头 好了这就是关于露营的一些分享 这就是我们在狗乃斯住的山庄 看看这院子里停的车 这个山庄住的满满的 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到孤尔邦节 价格还没有涨起来 这种蒙古包造型的房子 移动的价格是1500 里面有三个房间 可以住6到8个人 像这种普通蒙古包 价格在500左右 大通铺 没有卫生间 第二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那拉提草原景区 那拉提草原景区很大 是可以开车进去的 开车进去一个人是300元 注意这里不是一辆车300元 是一个人300元 如果你车里坐了5个人 那就是1500元 以此类推 如果不开车进去 去间车加门票 一共是159元 我个人还是建议开车自驾进去 一个人多掏140元 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因为那拉提景区里面 真的特别大 开车进去体验会好很多 具体看后面的视频 你们就知道了 开车自驾门票的时效是48小时 在这期间 你可以无限次数的进出 或者停留在里面 待够48小时再出来 还有人吐槽 这个收费很贵 但是我个人觉得 这里面的风景 完全是可以指挥票价的 如果说你不赶时间的话 在里面慢慢的玩 待够48个小时 甚至你会感觉物超所值 景区里面也有住宿 有蒙古包 有山庄 也有房车自驾营地 我们这次入住的是 景区里面的精灵山庄 属于高端酒店 标间的价格是1300元每晚 连排别墅的价格是 7888元每晚 别墅里面有一大三小 四个卧室 可以住八个人 整个山庄位于景区内的 河谷草原边上 环境非常好 也没有那么多的人 非常亲近 享受美景最好的方式 就是住在美景里 如果预算高的朋友 我强烈建议 住在这个山庄 当大家还在景区外 挤破头皮 找不到一家酒店的时候 您还能在这里 独享清静 当然了 前提是 你得多花钱 这个山庄里呢 餐饮的水准也很高 人均消费200元左右 我们13个人 每顿饭都不会低于2000多 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 上午还是晴天 下午说下雨就下雨 所以大家来山里 遇到不好的天气 这很正常 要以平常心态来对待 下雨呢 无法拍摄了 来都来了 也不能闲着 我们打算开着车 在景区里面转一转 你们看 开车进来的优势 一下子就体现出来了吧 至少淋不上雨了 如果要是坐曲间车 你还得等车什么的 自驾车还是要舒服很多 而且这里面道路也很好 停车位也很多 开房车来的朋友 一定要把车开到景区里面来 那拉提景区真的很大 我们现在开车来到了 空中草原景点 这里距离我们住宿的地方 大约有20公里左右 可惜雨越下越大 不然这个地方景色绝美 不过呢 雨天也别有一番滋味 在这个蒙古包里睡上一觉 是不是特别的舒服 很多人都喜欢听雨声睡觉 在这个环境中听着雨声 你们就说攒进不攒进吧 这个蒙古包不过夜也可以 可以进来坐一坐 吃点当地人做的小吃 喝点热热的奶茶 体验一下当地人的生活 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面的海拔也挺高的 空中草原嘛 你们看这个云压得好低 云好厚 第三天 依旧下雨 云很厚 看来短时间内是不会出太阳了 我们离开了那拉提景区 走独库公路 去往巴因布鲁克草原 从那拉提到巴因布鲁克 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看一下独库公路上的车流量 还是挺大的吧 我们来的时候不说堵车吧 但是车流量真的很大 一辆接着一辆 如果遇到交通事故 或者泥石榴塌方啥的 那堵起来 那是很快的 要不了多久 就能堵出去几公里 所以大家遇到堵车 还是老老实实排队 不要去占对象的车道 不然只会越来越堵 我们现在到达了巴因布鲁克镇 这个镇子不大 只有一条主街 看一下这街道两旁的车 没有地方停车 非常的拥挤 今年独库公路上 竟然出现了劳斯莱斯车队 我觉得今年的独库 比318还要火 因为巴因布鲁克镇 是独库公路上的一站 走独库公路 必须要穿过这条街 所以这里的酒店住宿价格 也很高 我们住的是 飞驰巴因房车自驾营地酒店 这里的标间价格是1300 房子是这种网红酒店的设计 集装箱房子 大落地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草地 这个营地 还有两个蔚来充电桩 这个房车酒店营地 每天有免费的自助早餐 在这里点菜的话 人均大概在150左右 巴因布鲁克草原 是有土拨鼠的 你们看 我就发现一只 人一靠近 就钻进洞里了 下午的时候 云终于散开了 我有预感 今天可以出大片 我们也顺利地完成了拍摄 在巴因布鲁克 下雨的时候 室外气温只有6度 非常的冷 还好我带了羽绒服 大家如果要去的话 一定要戴上厚衣服 不下雨的话20多度 下雨的话10度以下 昼夜温差很大 我们没有进巴因布鲁克景区 因为我们已经去过了 那拉提景区 所以这边就不进去了 最近呢 也在网络上看到了很多 关于巴因布鲁克景区的 一些负面的东西 因为咱们也没有进去 也不知道进去的话 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 至于网络上的这些声音呢 我觉得主要原因 还是人太多了 景区的客流量 超出了它可以承载的极限吧 我觉得景区 他们没有预料到 今年会有这么大的人流 还没有做好 去接待这么多人的准备 那景区是这样 包括住宿餐饮都是这样 因为客流量突然增加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当然了景区呢 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给他们一些时间吧 你们是不是觉得 今年从事新疆旅游行业的人 都发财了 没错 今年他们是赚了很多 但是前几年 因为疫情的影响 非常惨淡 能熬到现在没倒闭的 也算是轮到他们赚钱了 充电排队充电排队 全是特斯拉 好的光线往往需要等待 我们等到的这个光线 也就持续了短短三到四个小时而已 第四天 我们走独库公路南线 回库尔德市 一路上还是下雨 翻过了铁利买提打板之后呢 雨就小很多了 这一段也是独库公路南线上 最显的一段 都是盘山公路 类似于迷你版的 怒江72拐 公路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修上去的 到达大小龙池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吃了点烤肉 这么大的洪流烤肉 15块钱一串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贵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吃了三串就饱了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天山神秘大峡谷 独库公路南线最后一个景点 然后我们就到达库车市 走高速公路 回到了库尔勒 这就是咱们这次行程的全部过程 给也想来自驾独库公路的朋友 提供一些参考和帮助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做的不错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赞 鼓励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可以关注我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